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唯独山东省除外 时尚从没出过皇帝 当然 说到这里可能有朋友不服 谁说山东没出过皇帝 比如唐末起义的皇朝 不也算皇帝吗 皇朝的确是称帝了 但他只是个反雷 而当时他所处的长安还属于唐朝统治 没有独立的地区准权 所以不算皇帝 不过就算山东没出过皇帝 山东的朋友也不要生气 因为山东自古以来出现了很多王侯降下 这是其他身份无法比拟的 比如历史上赫赫有名的燕英 管住 江子牙 黄玄陵 诸葛亮党 他们都来自山东 这里也是个人节地灵的地方 既然这样 为什么山东会没有出现皇帝呢 要细细分析原因 还是因为山东历史上出现过一位大人 他曾经影响了中国千年 此人就是大名鼎鼎的孔子 他是山东居夫人 孔子是儒家学派创世人 虽然生前没有受到重用 沦落到娇学省以虎口 但到了汉武帝时期 皇帝听从董仲书的意见 实行罢处百家 独尊独处的统治思想 从此以后 孔子在后人心目中 地位确立起来 尤其是读书人各个遵奉孔子为师 而儒家的君君臣臣 父父子子的思想深入人心 成为历代统治者的戾气 孔子在中国历史上的影响力无容置疑 直到如今我们读书的学生都还要背诵论语 正是因为孔子影响力太大了 才导致山东永远出不了皇帝 历史上要出现皇帝 最直接的做法就是造反 然后聚集一帮农民起义 打下一片江山后称帝 因为山东是孔子故乡 这里的人文气息太重 诗世代代深受孔子儒家思想熏口 所以古代的山东人 时刻想着魅国进驻 把自己毕生所学献给皇 家堪称学成文武艺 卖于帝王家的典范 于是山东人几乎没人想到 靠造反发家致富 所以久而久之 这种思想在山东地区传播台来 从而改变了当地的世约 山东地区有才能的人 都一心想着入朝为国 就没有造反了 所以就没有出现过皇帝 当然 关于山东史上没有出过皇帝 有些朋友有不同看法 他们认为是地理位置偏东 山东地区不利于建立政权 不过想来最大的因素 还是孔子老人家的影响力导致的结果 你觉得是这样吗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